许多研究发现姜黄所含的姜黄素具有抗氧化、抗发炎以及预防失质的效果 让姜黄成为近年来的热门食材 因此消机会抽查双北地区的实体商店跟网路购物通路 19件姜黄粉以及11件咖喱粉 总共30件样品 发现有两件千含量超过2ppm的法定标准 一件是两倍 另一件更高达法定标准的800倍 而且还被验出各含量380ppm 所以当然第一个的话就不要以这个鲜黄作为依据 因为假如说你自己去看 它可能是有点中黄 不会觉得是鲜黄 散装的可能是在标示方面消费者都不得知道 所以这方面能够避免就避免